現在隔方主辯,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定 定 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 要討論辯題,必先釐清元宇宙的概念 根據輝達執行長黃仁芬的說法 元宇宙是指一個去中心化的立體耳真環境 被人可以置身於虛擬環境當中 可以隨時隨地以光束穿越 和其他人進行實時互動 而要進入元宇宙,便必須運用到現今社會的AR、VR技術 以及5G、超寬頻、藍牙定位等傳輸技術 有必於互聯網,成熟的元宇宙 並不局限於一個平點 除了音訊、思想和地圍畫面之外 透過運用AR、VR技術 宇宙可以突破時空限制 和其他人進行實時互動 由於置身於同一時間空間 與現實一樣,深切感受到彼此和周圍環境的事物 而今日衡量變態的標準在於 發展元宇宙能否提升人類整體生活質素 促進人類文明的持續進步 廣播資格方面是基於兩大原因 第一,消除現實階限、便利生活 往往在現實世界當中 存在著很多不同個人和環境的阻礙 讓世界難以避免的問題 可以在宇宙一一解決 在消費方面 宇宙可以保留網購足不出戶的優勢 同時改善線上平台的問題 就以Decentraline為例 在疫情之下 能夠被10萬人在線上參與市場證會 上去實體展覽 可以避免疫情的風險 以及場地土域的限制 無言能夠減低租金、運輸等成本 相隔於一般的網上服務 宇宙則更加逼真 見到網購可以被消費者 隔空試用貨紋、欠缺的質感尺寸等等 不需要再擔心逃聞不符的情況 消除現今網購為人救病的問題 與此同時 宇宙更加能夠被商談人士突破先天的限制 消除他的工作障礙 南韓電子通訊研究院 推出專位查理人士而設的就業培訓計劃 訓練員利用了宇宙無意受訓者和虛擬物體碰撞 觀察受訓者的動作 變成了實體培訓的困難和危險性 但仍然可以在宇宙內即時指證受訓者的動作 改善他們的工作能力 自2021年起 參與活動的受訓者當中多達八成 在接受了相關就業培訓後成功就業 因此發展圓宇宙技術 可以幫助病患者和殘症人士 解決他的疾病問題 承認到自我突破 所問有關同學 透過消除時限制 人類不再需要局限於現實環境 自身障礙 令生活更加便利 是否人類科技向前的大步 第二 解決人類困局 拓展機遇 儘管原宇宙能夠被人類消除現實階限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現實與原宇宙並非競爭關係 而是雙負雙成 要營運原宇宙 必先會有現實世界的硬件配套去運作 現時人類有很多世紀難題 我們都可以透過原宇宙去突破 就以環保污染為例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 負責人劉澤民介紹 目前交通排放量佔全球的 宇宙化碳排放量24% 但一旦宇宙發展成縮 更多體驗、旅行、醫療、生產等等 都可以透過隔空進行 能夠減免上述的交通污染 同時提升生產效率 減低不必要的作業過程和浪費 世界經濟論壇指出 發展宇宙可以有助減少環境污染 甚至逐年減低全球宇宙化碳排放量15% 由此可見 很多污染都可以大量避免 而隨著各界開始進軍原宇行業 很多創方職業都應運而生 例如數碼、時裝設計師、生態系統開發人員等等 韓國政府也針對宇宙產業 投資1.77億美元資金 作為產業扶植 創造近200萬個新工作崗位 就能夠為社會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 而科技六頭互相競爭、資源投放 都能夠大大促進到科技產業的發展 為未來科技發展行業牽頭 帶來更大的前景 就想問日方和學 有什麼不可扭轉的禍害 可以凌駕於我方提出確確實實的福 令宇宙一定會傷害甚至摧毀全人類的文明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請問隔方的評判也不聽得很清楚,可否再調教咪咪? 不好意思,我們這邊用後字鏡頭,因為收音不太清楚,可否用前字鏡頭聽聽,看看是否可以? 請問隔方的評判聽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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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字! 啊,怎麼說啊,怎麼說啊? 為什麼收音不了了? 請問隔方的評判聽不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的,请问甲方同学听不听得清楚 请问粤方听不听到我们的讲话 好,现在请粤方主编发言 你有4分钟的时间,请向我示意 可以 定 主席评判着各位 在讨论开初有两大概念必须采清 第一,禍福 有方正有甲方变题 无非觉得我们可以参加好的实时展览 那就叫做福 乃是一箱,任何技术 例如虚拟实景,乃是核技术 都可以提供最终的机会 按有方逻辑,那就叫做福的话 有什么技术是不属于人类之福 福和相依,以核能为例 核能为人类提供替代的业症能源 对抗全球暖化,但核爆炸引起灾难 绝对无法弥补 那又应该如何衡量呢? 所以定义问题,有方一辅必须交代 第二,元宇宙 有方认为元宇宙就是去中心化 置身于虚拟世界 但是有方忽略了开发相对于元宇宙的最终目的 就是构建第二个世界 目前市面上已经有不少元宇宙的初形 例如Minecraft和Roblox等的游戏 而对比起目前,互联网使用者只是用电脑、手机上网 元宇宙更加藉着虚拟实景的技术 获得新的身份,沉浸于虚拟生活和社交 在入面发展社区,进行工作、娱乐 例如购物,甚至开演唱会 更甚至买卖地皮 所以,正如率先开发元宇宙的Meta 创办人诸黑白隔所言 希望元宇宙满足到人类的一切需要 令人类沉浸于虚拟世界 举终取代现实世界 要审视变题 就要衡量元宇宙对人类的影响 正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 人类发展是应该要提升现实的社会生产力 并确保个人自由和选择 因此,我帮政立业方变题 论点有二 第一,思想行为地监控 收取生活掌控权 元宇宙贴近对世界的感官 并收集更大量的敏感用户数据 无论是Sortley、苹果 还是Facebook开发的元宇宙设备 都包含眼球追踪功能 时刻记录用户的表情 备受监控之下 元宇宙的管理者 完全掌握用户的行为 从中洗脑和压扎用户 例如电影公司Multipass 追踪用户眼球运动 一旦用户对广告而开视线 就会暂停播放电影 迫使用户观看广告 更甚至,相关监控可能 准备打压耳机的工具 目前社交媒体管理者 往往都被批评藉着特权限制用户 例如Facebook在去年就被揭发 无故停用多个不满Facebook的学者帐户 剝奪了言论自由 可见即使在元宇宙初期 已经出现了打压耳机的问题 統一元宇宙成为人类素的主要场所 管理者可以随意 掌握个人的财产、身份 甚至可以随意停用帐户 删除数据等对意见人士着副报复 难怪连美国联邦台上委员会 潮主席方武慧 都认为元宇宙将会令到 个人人士和讯息审查等问题 惡化 可见元宇宙将大多数人的自由 掌握在少数管理者手中 被受操纵甚至压扎 失去个人自由 第二,鼓吹逃避现实 出入社会动力 元宇宙令到玩家脱离社会赐爪 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 但同时有鼓励逃避现实 成为英伟达行政总裁黄芬子春 未来的元宇宙目标在方便用户享乐 相比起传统游戏玩家 可以随时放下游戏机 元宇宙创造了一个很理想的世界 试图取代现实 即使其貌不扬 在元宇宙面都可以成为英俊的万人迷 即使现实生活足够见爪 元宇宙面都可以煮千尺的豪宅 形成和现实具大的落差 难怪、布雷达、利用科技大学的研究 都显示 受访者进入元宇宙 即是希望逃避现实 不会再花时间 既然真实的人生 而当进入元宇宙成为上态 人只会对虚拟世界娱乐、杂与为上 更加难以抽离 逃避世界一切的问题 最终令到现实社会的发展度力下降 最后想问有方 是否承认元宇宙 模糊了虚拟世界和现实界限 多谢各位 粤方主编发言时间为3分56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是台上发问的环节 先由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向粤方主编提问 发问时间为1分钟 之后粤方主编会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然后就会有一分钟的时间回答 提问和准备一样 在限时到达前15秒会有一丁的提示 时间到就会有两丁的提示 接着就会轮到粤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向甲方主编提问 请评判注意填分数的次序 粤方分指的第一格 依发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的分数 现在有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发问 试咪试咪请问听不听得到 请问粤方同学听得清不清楚 请问评判听得清不清楚 好 你有1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定 各位各位大家好 今天右方第一个论点 跟我们说是会有禁锢思想的问题 原因是什么呢 是可以删除来的资料 右方同学看出原语是用什么 是区块链 区块链的作用是什么 是只能够加入 不能删除 不能提取 不能由旁人去搬越 所以今天右方同学第一个问题 由如何能够存在呢 如果今天说说 右方同学口中所有问题这么严重 即使会存在都好了 过往八大通会有失识资料的情况发生 信用卡都有盗用身份的情况 私隐问题一直都存在 那是不是上上科技都不应该存在 或者都是人类之禍呢 还是全部人类回到石器时代 回归大草原生活愚无忍 有没有才是最好的选择呢 多谢各位 各方同学发言时间为42秒 好 现在呢 月方主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准备时间结束前15秒 我会有一丁的提示 现在开始计时 好 谢谢观看 定定 準備時間結束 有請月方主便回答 請月方主便試一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請問聽不聽到 請問格方同學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評判聽得清不清楚 好,想提醒格方的前置鏡頭 可能要移一移 因為現在看不到你的桌面 謝謝 好,謝謝 好,現在請月方主便發言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問我試意 可以 主席評伴再給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質疑我們去中心帶這個問題 他們給了什麽例子呢? 就是來百貨公司上網 但其實這些例子根本就不是中心法 其實今天有方都承認互聯網是有問題的 其實中心法根本就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問題 即使將來是有可能性 但現在目前的宇宙計劃 都是有大人的蜂網公司 例如Facebook、Google 去中心法技術才能夠構建 所以去中心法技術根本就不能夠構建一個 開宜互動的空間 其實比特幣也有出現的問題 但最終還是沒有實現到 所以其實今天有方擔心的去中心法問題 好 提醒雙方的同學 我第一釘就是發言時間結束前15秒 我兩釘才是發言時間結束 接著來到粵方的提問環節 請粵方派出一位台上辯源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聽我的示意 請兩方示意 好 請粵方同學試咪 試咪試咪試米 請問教方和我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評判聽得清不清楚 好,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問我示意 可以的 定 評判主席各位,今天有方一開初大意 想完跟我們說要推動人類文明進步 但整個論證是什麼呢? 就要推一大堆資料跟我們說 促進就業,多了一個行業發展 那就算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了 所以今天有方,簡單問有方一句 今天我們發展任何的科技 我們都會推動就業,推動行業發展的時候 是否有方認為有哪一種的科技 才不是人類之福呢? 還是所有科技在有方立場下 全部都算是人類之福呢? 謝謝各位 接著格方主辯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也同樣前15分鐘 準備完前15秒 會有這個一丁去意作提示的 現在開始計時 謝謝 阿說 因為… 這樣有空分 用cience 訂賞 對對 大吸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发明了更便利的交通工具 现在我们省却了交通工具 我们不再需要交通的时间 市产了成本 那这个是不是人类之福呢? 还有一方和我其实知道如果我们发展了宇宙 其实我们在十年内就可以为全球生产组织 提供了三兆美元的增长 那这些经济增长不单是就业 是整个成本效益整个经济都好了 那这个是不是人类之福呢? 如果我们现在有新的科技 那以前的科技是不是就不是人类之福呢? 不是的嘛 多谢各位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有请甲方第一虎便出来发言 请问新闻 请问请问清不清楚 试问月方同学听得清不清楚? 试问评判听得清不清楚? 托评各方面听得清不清楚? 托评各方面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问我是义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主编问我方是否成应原来与现实界限模糊 不成应,为什么? 因为我方知道原来人类是永远都需要一个肉体 需要靠现实生活的一些资源令人类的肉体来生存的时候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人类永远需要现实世界的滞走的时候 这些是双方都确认了原来一定要有现实世界来生活 再说今天有方同学的定义已经错误,为什么? 今天有方同学的台上答问已经说,原来现在的区块链技术是未实现到 我方就跟你说,原来现在很多的所有NFT交易的 都是用着一些区块链的技术 连一些虚拟货币,例如比特币都是用区块链的技术 我方就不明白为什么区块链会像有方同学所说的 那么没有实现 好,我们再看看今天有方同学的两点 第一点,有方同学就是原来一些思想行为会被人监控 所以想问有方同学,他们会有什么思想行为被人监控? 到底被人监控了是不是真的会导致一个人类文明的复亡? 是不是人类的灭亡?一个人类之王? 这点有方是完全没有说过的 再说是不是真的会洩漏这些? 是不是真的会被人监控? 我们看到原来就是原来用这个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是什么? 我们正常可以储存一些资料进去 是不能随意散改和盗取这些我方台上答问是说的 所以当看到区块链在匿名的时候 原来我们看到区块链是因为高的引资度 我们才会用在原囚里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声音 保护我们的资料 所以有方同学私生行为被监控 这一点是完全没有论证过的 是在有区块链技术下是否真的实现到 再说有方同学的第二点 逃避现实创造取代一个现实世界 所以想问有方同学 请问会有多少人真的会逃避现实? 他们会怎样逃避? 是不是真的去到一个无法自白的地步? 这三年有方同学统统没有光过 称有方同学的一副论证 并不是有方同学今天所说的任何东西都是无憑无居 再说其实我们看到原来现实世界和元宇宙 根本不是说一个取代现实 而是说的是相互相成的概念 为什么? 我们看到原来这个杜拜王储 兼杜拜执行会会长主席 莫肯莫德宣布在五年内贡献40亿 帝拉姆发展元宇宙 而元宇宙发展4万份工作 单单杜拜五年就4万份工作 所以元宇宙为现实带来的 不单止我刚才说的工作崗位 还有我方主编讲的医疗进步 减少资源 讲讲这些资源是原来人类一百年来 几千年来都未解决到的资源困局 就是探牌坊 现在我方主编讲了在元宇宙发展之后 探牌坊只剩了15% 医疗进步一些无法解决的绝症 原来在元宇宙可以解决的时候 这点正体是讲的 有方同学一直想讲我方的福 我方的福是原来这些元宇宙可以解决人类的困局 可以想问有方同学 既然我们论证到现实世界和现实 是相互相成的话 为什么它又是一个禍呢? 再看今天我方再讲元宇宙的福 原来我们看到南航LOSIS实验室 已经开发出一种医疗系统 运用VR和人工智能技术 检测和预防认知障碍 就是看到当元宇宙发展漸出成熟 会发展出这些以VR为本的治疗方式 就像上述的南航例子 不单于医疗上的突破 人类终于可以突破肉身的限制 发展不是不可能正正 可以做到任何现实世界做不到的 这点正正是元宇宙的福 叮叮 我方今天加出确确实实的例子数据 和有方认证的时候 今天有方认识是无捧无据 因此今天的甲方便是绝对成了 各位 甲方第一负便发展时间为3分09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月方第一负便 接着是月方第一负便 有发展时间 是 请月方同学先试一试麦 试麦 试麦试麦 试麦试麦 3分钟的发展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定 试麦 试麦试麦各位 今天有方的立论剑基点已经十分之错误 先看定义 今天有方说到元宇宙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空间 它出什么例子 NFT虚拟货币 有方刚刚一开始就说要立体的虚拟互动空间 虚拟货币等等 是不是立体虚拟互动空间 而今天实际做到虚拟互动空间的 其实只有Facebook、Google等等的虚拟平台 去中心化的技术 竟然建议不到这样的空间的时候 有方的立论基材又从何存在呢 再看一步 即使有去中心化 但去中心化是否代表没有这些问题 没有私隐等等的问题呢 即使是虚拟货币 NFT等等 亦都多次被爆出有入侵 甚至是整间公司因为入侵 令到用户破产等的情况的时候 有方有没有论证过 这些问题在去中心化就不会存在呢 再看今天有方的标准 有方的标准 说到最后其实十分无奈 说到以前有科技 是不是那些全部都不当是福呢 今天有方说穿了 就是单单认为 有科技等于人类之福 其实有 今天有方的论证标准 建议按错的时候 我单看一个人工智能的例子 人工智能可以未来取代人类 令人类灭亡 但有方也可以说它有应用的时候 有方立场下 这个是不是只是一面倒是福 完全没有和的成佛在呢 而我们要看真正的辩题 就应该从两个方面出发 第一个在社会发展方面 今天有方说到 原宇宙和现实世界会相辅相成 今天有方其实是不清厌况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英伟达 甚至是Facebook的行政总裁都和他说 原宇宙的未来是要取代现实 令人完全沉醉于现实当中 今天有方又如何解释这个愿景呢 而有方说到很理想化的残疾人士 可以在原宇宙里面有手有脚等等 其实都只是逃避现实 假设我今天残疾人士 进入到原宇宙里面 能够有手有脚的时候 我完全行动之右 我还怎么会出来现实 去面对我失败的事实呢 所以原宇宙设计得越理想 反而越鼓出人逃避现实 到最后 到最后 今天有方问到我们 有什么数据令人逃避现实 现在回答有方一个数据 研究这个数据和他说 若然原宇宙发展到2030年 会有9000万人上瘾 剑桥更加和他说 若然人生活在原宇宙 工作的效率会下跌接近两成的时候 有方同学 是否觉得原宇宙 令人的生产能力下降 这也算是人类之福呢 而第二 去到个人自由 有方问到是否互联网都有私隐问题 就等于互联网都有错 互联网另一个变题 我们当然要之后再讨论 但是今天有方都承认 互联网有等等问题的时候 原宇宙只会令以上的问题更加恶化 例如今天Facebook 已经有七成用户表示 不满意他的私隐做法的时候 今天发展原宇宙 更加Facebook说 监控用户的心跳 Neuralink说要监控用户的脑电波的时候 更多的监控是否促进个人自由 多谢各位 月方第一负面发言时间为3分09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隔方第二负面的发言时间 请问月方和我听得清不清楚 请问评判听得清不清楚 隔方第二负面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问我示意 可以 认识评判在作国 或一起从标准开始 先看第一点 看社会生产力 今天说的是 有方也承认的 但环境方面有方没有回应过 见到是什么呢 见到即确有缘予之后 环境的限牌过量 每年少至15% 更甚的是 我们可以模拟不同解决环境的方法 去到最高效率地改善环境问题 难道这些不是全球性的幅 不是人类之幅吗 我见到环境问题 人类需要面对的时候 难道今天解决这些问题 不是人类之幅吗 这些有方需要回应 有方从头到尾都没有回应过 有方环境的问题 更甚至是我们看医疗 世卫和我们说 2032年精神疾病患者 会占25%的人口 会创造16兆美元成本 世卫都和我们说 原宇宙正正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想问有方 今天解决25%的人口的问题 难道又不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难道又不是解决人类 需要面对的难题吗 更甚至是我们发展原宇宙技术 更加可以做到远端遥距操作 可以有原宇宙陈收的时候 更加可以方便到行动不灭者 方便到老人的时候 难道这些又不是科技的进步吗 这些有方全部都和我们需要认证 今天我们看到的原宇宙不单是一个技术 当然看到的是在祝福人类 祝福医疗 祝福环境的时候 难道这些不是人类之福吗 更甚至于有方我跟我说 今天只是职位多了 所以就不等于是人类之福了 但我们看到今天职位多了 更加重要的是象征一点 是说整个产业的结构转型 看到今天人类无需停留在 这些重复性的工作上面 可以从事多元的创业行业 在彰显人类真正的价值的时候 难道这些不是人类的发展 不是人类的进步吗 看到以前的一些重复性的行业 例如一些可能是官运的行业 或驾驶的行业的时候 可能看到电脑在出现之后 可能是需要的时候 难道有方会说 电脑不是人类之福吗 看到正正有电脑出现 有工业革命的出现 人类可以不再停留在 一些重复性的工作上面的时候 看到人类可以从事一些 创业工作的时候 难道不是正正在彰显人类的价值吗 再看个人的层面 有方今天说 个人的自由会被压榨 甚至会有沉迷的情况出现 首先第一 有方也承认的确是 有人在内面可以拿到心灵的满足 但是从头到尾 有方根本都不应该 将宣宇宙和现实世界两分化 看到今天不是人类沉迷在宣宇 在宣宇宙获得精神满足 就不会去现实世界 为什么不可以有正常的交流 只可以在宣宇宙里 拿到精神的满足 更何况看到 今天宣宇宙不是现实世界 人类不可以全世界留在宣宇宙里 做到最后都需要出来面对现实的时候 不明白为什么有方今天会说 会沉溺在宣宇宙里面 更深的是 今天有方说社会运作也没有 所以今天宇宙就会令到有人沉溺 但是不明白的是 今天宇宙不可以作为一个媒介 令人去解决社会问题 面对社会的现实 面对社会的问题 看到今天尼尔波兹曼也跟他说 预计电视机的出现 会令到人类坐在电视机面前 就不理社会问题了 但是现实是不是这样 现实看到的是 人类不会只坐在电视机面前 更何况电视机 也会有些时事的节目 令人面对现实 人类也不只坐在电视机面前 更加可以透过电视机 去了解更多社会问题 去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 不明白为什么今天电视机 不能作为一个媒介 到最后来说私隐的问题 今天我方也跟他说 有区块链有去中心化 我说根本上 就算是一个Facebook的执行长 也没有办法改变到中心链的程序的时候 不明白今天有方 今天还有这么多的担忧 更何况有方今天说互联网 我方也看到互联网可能有比方的时候 也有德国的网络执行法 我认为解决一些比方的问题的时候 听听 不明白为什么有方今天私隐的问题 是无法码换或无法理捕 根本就无法理不理解 我方的尼网所一遍提 你已经成立了 多谢各位 较方第二负便发言时间为3分09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有请月方第二负便同学 试咪试咪 请问听不听到 请问教方同学听得清不清楚 请问评判听得清不清楚 准备好 好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问我示意 可以了 定 主席评判在各位的比赛来到二负的位置 相信各位评判和我一样一头没水 根本不知道今天双方全场咬紧的 和服和服 究竟是一样什么的概念 不如还原基本步 今天有评判和我一开始说 人类之福就是要发展人类的文明 所以有评判两个论点 其实都一共建基于一个建基点 就是为推动人类的文明发展 但先看有评判的论点在说些什么 原来他们今天全场都在说 有了就业机会 发展了科技 发展了等等的东西 就代表人类之福 是否真是一个负责任的论证思法 原来当我帮一副出来问到 有评判和我究竟当中有什么联系 有评判和我根本就答我们不了 只会跟我们说 原来全部科技 例如互联网电话等等 出现了就是人类之福 是否负责任的格方 是否真的可以说服那么多的问题 原来今天有评判和我们全场说这些 有评判都回应不了 我们想有问题是有问题 有评判和我评判和我说 这些不是评判 当我们有科技发展了 就等于福的情况下 有评判和我评判 在这么恐怖的深渊里面 有科技今天说到 宇宙是人类未来发展的 主要生活的地方 原来有科技今天说到 未来人类可以在宇宙里面工作 创了这么多工作机会 但在宇宙根本是这么危险的地方 我们甚至会 谋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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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 全都看不到 那又是否真的能促复到这么多位呢 所以有科技去到后长异父的位置 又退回一部台说 不是啊 其实宇宙不是和现实生活完全割裂的 最后也要走出来 观众有科技回应不到我方一副所说的 那两位宇宙发展的人的愿景 随便来我们看到 现在当大公司发展趋势 都是和我们说要把宇宙和现实生活割裂 当人们全部都生活在宇宙的情况下 这一种的思维不是静静就是人类之祸 原来今天有科技对这件事视而不见 这样和这些想了忍的用户又有什么分别呢? 所以有科技最后也是和我们面对现实的了 和我们说宇宙里面有些影片 有些教育影片会播放一下 和别人说原来不会想忍的 会和他说你快点回来现实世界 那是不是说今天有任何人广告 有科技不加任何论证的情况下 就可以和我们说原来今天这些人不会想忍 我们提出的不同的调查数据 有了我又可以视不见 所以有科技最后正低下来的 正低下来正低下来的就是环境问题 原来他们说到渝宇宇宙可以解决环境问题 先看看 原来努林斯伯克利国家信息2016年的研究 就是说渝宇宇宙会使用电量提升两倍 这个情况下又是否真的做到有科技厚重的利处呢? 原来我今天渝宇宇宙何时是个乌托邦 当人们沉迷在渝宇宙里面 就认证会出了现实的人机 有方说到话要解决这么多问题 叮叮 谢谢各位 叮叮 月方第二负面发现时间为3分04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轮的发问 现在先请隔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 发问这个第一次 请辩元开启镜头 並且試麥 試麥 試麥 請問聽不清楚 請問月方同學聽不清楚 請問月方同學聽不清楚 請問評判聽不清楚 好 現在隔方的台下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香港示意 可以 定 評判主席 各位 大家好 有方主編第一個論點跟我們說 現在有商業機構會追蹤眼球收拾你的數據 迫你去看廣告 所以原來看廣告原來是人類之禍 現時YouTube播片頭15秒都迫你去看廣告 YouTube是不是人類之禍呢 ViuTV播報一下I Swim的時候迫你去看廣告 ViuTV是不是人類之禍呢 有方同學的論點顯然不合理 而他們最大的問題在於 以為元宇宙只有一個世界 其實Meta可以有Meta的元宇宙 微軟可以有微軟的元宇宙 你不喜歡這個元宇宙的功能 你就關掉那個喜好設定 不能夠關掉你就轉用其他元宇宙 所以今天問有方同學的是 到底哪一個機構會用把槍指著你的頭 迫你去看廣告 你都不去切換這個宇宙呢 謝謝各位 月方現在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我願ths入真理From 然後我們應該請進回來 鑫鑫赳 月查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月芳派出一位辩元发言 展ires peutar 请问了检海教练utok 听得清楚吗 請問評判清楚 你有1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叮 評判主席各位 多謝友方提問 友方來到台下竟然全部退了 又不說什麼去中心化沒有管理者的問題 承認有管理者 不過有幾個管理者 但是有幾個管理者 是不是代表人不會受到監控呢 不是 到最後我們只可以選微軟 在微軟被監控 或者在Facebook被監控的時候 這種還不是監控 所以友方說不過去 我們其實只是在一個和一個壟斷者之間游走的時候 人類永遠只留在監控之中 所以到了友方說 我們現在YouTube看廣告又叫做人類之王 這個友方也承認 廣告其實也是源於互聯網的一個跪處 而我們是不是繼續惡化下去呢 我們今天看廣告 明天Movie Pass要我們看著我們的眼球 來看我們有沒有看到廣告 再後天 今天Metal說要看我們的心跳 看我們有沒有看著廣告 叮叮叮 發言時間結束 謝謝 現在請月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便員開啟鏡頭並且試麥 試麥 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請問隔方同學聽得清楚 請問評判聽得清楚 好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 最後各位大家好 問問第一條台上發問 問有方 是否所有科技都是人類之福 有方講到電視、飛機 所有科技都是福 所以有方立場裡面 只看有什麼好處 而不看帶來的禍害 也不是看著文明 所以很簡單問有方 打仗用的武器都可以用來防禦 而我們不需要看它用來打仗 做成人命傷亡 所以武器都是福 再說極端一點 毒品都可以令人沉醉於虛幻世界 忘記生活的痛苦 還可以增加工作崗位 帶動毒品行業 那毒品是不是都是人類之福 不然不是 有方向我們交代標準 謝謝 多謝 現在的隔方同學 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對,可以不斷 對,可以嗎 好,可以嗎 謝謝 等等 我會有一點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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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宅 禮宅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隔方派出一位便宣回答 示威清文請您到 請問月方同學聽得清楚 請問評判聽得清楚嗎? 請問評判聽得清楚嗎? 你有1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 或者有方問我們 毒品是否人類之福 毒品當然是人類之禍 今天毒品打從本質上 對人類的健康有害的時候 不明白為什麼有方 今天要用一個這麼錯誤的類比 因為有方的類比 從本質上已經是偷換概念 是錯誤的類比 所以答了有方 今天毒品是人類之禍 反而有方質疑我方 究竟人類之福 是否只是科技那麼簡單 我方便跟他講 在醫療上 環保上 都為人類帶來進步 為人類帶來革新的時候 請問有方 這些不是人類的進步 人類之福又是些什麼呢? 有方又跟他在增長 說我們只是帶來工作崗位 同樣有方說 今天工作崗位的改變和革新 原來正正是說 人類不用再重複 重複性的工作行業 可以從事創意的行業 真正彰顯著人類價值的時候 請問有方 這些難度不是人類之福嗎? 反觀有方的標準 其實有方很雙重標準 我方台下説問有方 今天有廣告是否就是人類之和? 有方都答不到 因為我知道 今天有廣告等於人類之和 所以今天有方套了這麼高的標準 給我方的時候 凡有方和我論正班 今天有廣告是否就是人類之和? 多謝各位 現在請隔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 進行第二次發問 請便員開啟鏡頭 並且試麥 請問月方同學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評判聽得清不清楚? 謝謝 好 現在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 逃避現實都有人會上網上不知時日 但我們的現實生活全部都離不開互聯網 網購、學習、教育、營商 全部都是依靠互聯網 就連你打辯論都是用互聯網 如果有人沉迷元宇宙 就等於元宇宙是禍的話 同樣互聯網有人沉迷的話 互聯網沉迷也是禍 互聯網沉迷也是有人禍 所以想問有方 你是否用人類之禍來打比賽呢? 如果是的話 為何你現在還不快點中斷連線 避免自己成為摧毀的兇手呢? 好,謝謝各位! 月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美方 谢谢观看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月峰派出一位辯元回答 時米時米 請問隔方同學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評判聽得清不清楚 好,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準備好 定 各位很感謝今天有份學到承認了互聯網有問題 至於互聯網是人類之福還是自我呢 這個就今天不可以一概而論 但今天先看看原來語秀正正就是放大了互聯網自己本身有的問題 加劇了互聯網本身有的問題 而這個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尋了的表明 原來宇宙當中的VR等等的技術 比起平面的遊戲更加容易上映超過44% 原來現在宇宙會加劇放大互聯網的問題所在 有方正正就是忽視了這一點 我們說原來互聯網有了任何應用 就代表是人類之福 原來今天你們人類是將他們的生家、生命、財產 通通都放在宇宙一邊 就好像在宇宙Volvoz裡面 原來他們將一些虛擬貨幣放在一邊 當他們受到黑核的攻擊 他們的生家、生命、財產 通通都會突然之間一夜蒸發 今天從來都不是說到可以離開宇宙 定定 謝謝各位 現在請願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元進行第二次發問 示威示威 請問隔方同學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評判聽得清不清楚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求我示意 可以 定 各位有方同學說得好要看本質 所以元宇宙的本質就是令人沉醉虛擬世界 逃避現實 有方今天覺得去中心化就不會監察私隱 但等等 去中心化都要有人編寫程式 所以可以隨時改變編寫程式 才會出現Facebook、索尼全部都能監察到 再看資料 如宇宙遊戲Volvoz管理元宙曾經洩漏用戶資料 令超過一億用戶賬號被盜用 損失賬號內虛擬貨幣 甚至被刪除賬戶 再說資料都未處理好的時候已經監察 例如可以知道人的心跳率 知道眼球轉動 從而進行洗腦 想問有方 如果去中心化真的那麼好 為什麼會發生以上的情況 而將來元宇宙就要取代現實生活 但全部被小部分人掌握了 是嗎 謝謝 現在隔方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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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嗎 好嗎 還是好嗎 是 我要 謝謝 我 Beng 定定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隔方派出一位便員回答 各位大家好 示範示範現在行不行 請問月方同學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月方同學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評判聽得清不清楚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再多一位大家好 我不是讀心理學的 亦不是讀心物學的 不過我也想和大家說個故事 原來這個電腦其實是會產生一些電波的 這些電波會影響你的大腦 所以令到你洗腦 凡請一位右方說 立刻應該要蓋下電腦 不應該再接觸了 因為我方的確不知道 心跳究竟如何可以影響到你的洗腦 心跳如何可以灌輸知識給你 我方真的不知道 所以拿完之後究竟做了些什麼 我方就的確不知道 有福華說 原來會有9000萬人上癮 原來全世界80億人 9000萬人上癮 就是程度這麼低 這樣叫做人類之和 按照有福華的邏輯來說 其實只要這麼少人都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是否有部分人可以很貧窮 是否代表全世界都貧窮 不是 所以再看了 今天有福華說 他說要程序員的存在 不過問題去中心法是甚麼 原來是我的用家已經是程序員 是我的用家控制著我的資料 是否愛是得到 所以既然有這麼多情況發生 就有問題 有意外全大家 各位 謝謝 台下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是結辯準備時間 雙方結辯有一分鐘作準備 現在開始計時 我們要開始計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定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先由月方結辯作結 時米 時米 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請問隔方同學聽得清楚 請問評判聽得清楚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 在虛擬人生這個遊戲裏面 月光族可以成為百萬富翁 宅男宅女分分鐘成為萬人類 從此走上人生巔峰 但是生了一個螢幕之後 面對虛擬和現實的落差感 會否也有少少難以接受呢 評判主席鄭樂偉大家好 遊戲就說可以幫大家放鬆鬆一下 也激勵一下自己繼續努力奮鬥 但面對元宇宙這個加強放大版的虛擬人生 就不單止是一場遊戲這麼簡單 裡面超真實的沉浸式體驗 無疑得越真實越會令你和我都覺得 裡面那個萬人類就是你 這個夢幻的人真就是現實 更加不願意回歸現實中平凡的自己 因為塑利全場不妨帶大家回顧一下元宇宙的前世今生 其實過去為什麼要發展元宇宙呢 就是為了他始於收過一些缺陷 現實中覺得有點不完美 所以就嘗試用科技去突破這瓶頸 所以大家就將社會媒體和網絡的特性放大 去發展一整個虛擬世界 但友方今天忽略的就是 他只會將網絡的缺點放大和惡化 所以他的有害性絕對不能夠和網絡去類比 所以盡在現在 到底元宇宙帶來了什麼人優呢 今天友方其實是非常短緻的 在他們的標準之下 覺得生活變利了就等於是福了 所以他其實比我們的論證空間非常之少 所以就等於有科技就是人類之福 但我們先看清楚 發展任何科技 其實同時都會存在一些好處和廢處 像發展人工智能很方便 但同時都會擔心他擁有一個自主意識 去控制全世界 所以福禍相應的情況之下 就要看短期的福和長期的禍 或者影響更加大 甚至我方今天台客都問你 讀品武器等等是否都可以叫做福 但友方和我自己都認了 知道毒品是有害的 但是元宇宙今天看多兩個展覽 和毒品吃了可以令你精神輕鬆些 但後患無辜 其實兩者根本就沒有任何分別 再看看今天有方和我告訴大家 元宇宙可以打破地域界階 可以搞多兩個網上的展覽 又告訴我們可以解決人類的環境問題 但我方也回答你了 元宇宙不僅是看一個廣告這麼簡單 今天第一步是看一個廣告 明天可能去過廁所也要來看廣告 甚至再下一步就是 令到你們的經濟自由受到掌控思想 都被少數人掌握的時候 所以今天有方和覺得心跳沒問題 但先看清楚 心跳可以知道 你看到那個偶像是否很興奮 你對於什麼情況之下才會最興奮 這樣便可以控制到我們整個人的自由和意識 所以將一切都掌控在一個虛擬的身份 一寸虛無飄移一代 甚至這個世界都可以被一班管理者控制 因果訴求的時候 所以這個才是這麼危險 如果方說得今天未成問題 所以他日也不會發生 但在說元宇宙最終目的 就是發展為取代人類世界 這才是說今天的禍 最後各位 人類其實過往做了很多的努力 在思想上追求進步 在權力下爭取自由 不斷地證實自己的價值 讓一個元宇宙的出現 我們將一切都走回回頭 我們將人類的文明 人類的福祉 一切都倒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裡 一個元宇宙 就可以一切所有化為烏有 因為所有東西都掌控在少數人的手上 這個理想的烏托邦 也可以令人不再追求進步 從此沉醉在自己的世界裡 希望大家都能夠把人類的命運 掌握在自己現實的手中 而不是寄汰在一個虛無飄渺的活躺漢世界 謝謝各位 月方劫變發言時間為3分51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最後由隔方劫變總結 是米是米請問聽不聽得到 請問月方同學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評判聽得清不清楚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 我方主編最後一條問題問右方 有什麼不可扭著的禍害令 寧假到我方提出確實實的人對之福 這條問題右方從來都沒有正面地說過 不是這麼說 分三方面來看 第一確確實實 今天右方和我說會有思想禁錄的情況 台上的時候問了右方和我 其實有區塊鏈的存在是去中心化 不過右方和我不明白不要緊 台上再一次解答了跟右方說 原來的程序員是這個用家本身 其他人是無法取得這個權限 所以無從去刪改 無從去更改 無從去提取 而所以今天有福大口中所說的思想禁錄 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指虛烏有的想法 而第二就是今天有福大和我們說沉迷的情況 有方說有個Facebook的總裁在說 其實是會完全取代現實世界的 不過問題在於沉迷的正義是甚麼呢 原來是說我可能會在 我本身由現實世界那裡工作 比我還在虛擬世界那裡工作 都可以叫我沉迷過 所以同樣的道理 今天右方和我可能一天的時間 用了九小時的時間來打辯論 是不是說你沉迷於辯論就是一件壞事呢 所以今天右方和我是不是想和我們說 現在正在做錯事呢 又或者這樣說 說原來沉迷這件事是根本沒有辦法發生的 因為其實你現實世界是從來無法 和你這個虛擬世界互相抽離的 因為你要營運這個虛擬世界 就必須要用到現實世界的硬件配套 而正如我方的義父也跟我有很多話說了 其實以往人類也有很多人發明 人們以為是會沉迷於當中不能自不 不過一次的一次的歷史也會告訴我們 之前二百年前發明蒸氣計劃 擔心會有崗位流失 結果後來發覺的是勞動力上升 一百年前發覺到 以為發展了電視機 會令到那些人沉迷其中不能自不 不過後來出來的 是會更大來解釋的是職位便利 這點由方和我沒有見到 而最可笑的是 今天右方和我們說人工智能的情況 不過大家看回科學的中一科學的教科宣示 原來講科學論證有四大步驟 第一是假設 第二原來是說收集證據 第三是說實驗第四才結論 因為今天右方和我衝其量 全部都是主觀判斷上的假設 有甚麼論證的過程 有甚麼跟右方和我證明得到 有甚麼客觀證據能夠證明 人工智能是會有自愛意識 一個都沒有 而相反的是 今天右方和我一直冤枉我方 或者只有一個工作崗位的情況 不過其實打從我方主變去到二庫 都被那個右方和我 原來環境可以碳排方減少15% 右方的回應是甚麼呢 要說電力會有兩倍 不過前提是電力兩倍的情況下 原來我的污染或者我使用的能源 是可以減少我的污染 這才是外方今天要強調的原因 本來這個世紀難題 我可以透過元宇宙可以解決 這樣不叫人對踏出的一步 又或者這麼說 我在醫療那裏 我可以令人捉不出戶 這樣達至 我令家庭更方便 都能夠治療得到 又不叫一個理處 所以可見是確實實裡面 這個方面有方和我已經說不過去 第二不可扭轉 今天有方和我說思想那麼多 可能有機會都公開到區塊鏈 不過不要緊 今天有方和我說未來的事情 是用現時的科學情況去衡量 有方和我怎麼可以斷定 說區塊鏈的技術不能夠再進步 又或者不能夠有更加好的加密技術 一向都是科技會進步 而說到人工智能 今天有方和我擔心有自我意識 就會統治到地球 不過問題是只要控制開關的藥時 在人類手中還不可以 就像在軚盤那裏 只要不用的人工智能放在軚盤那裏 他想剷你下車也沒辦法 而第三就是凌駕得到 台上發言的時候問右方 你口中所謂的私隱問題 是不是代表著 我們應該要回去世氣時代 右方沒有正面回答過 台下的時候問 右方和我看廣告是否一個禍 右方甚至跟我們說是禍 但是市民在對各位 看廣告真的叫我一個禍嗎 甚至乎的是 有方和我們說 你的生命會去到宇宙那裏 不過我們看看 當你Tub-G這樣 你的角色死了 是否代表你真實上是死了 不是吧 問題就是在於 今天有可能整場表演比賽 從來都沒有跟我們 理清過元宇宙和現實世界的概念 由此我見 今天的粵方完全是 這三個層面都說不過去 因此今天的隔方便是 你成立的都是各位 隔方結辯發現時間為4分13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比賽告一段落 本人將會與評判稍作聯絡 處理分子的問題 但為了把握時間 我們亦都會為 在這裏為三位的評判 研託分子之後 逐一邀請他們 為到這場比賽比喻評語 提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 三位表現較佳的辯論 再分別比喻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餘下一位得10分 我已經透過WhatsApp去聯絡了評判 如果評判確認了分子之後 就麻煩向本人回覆 謝謝 為了把握時間 我們亦都會先去找評判 逐一給予評語 如果評判沒有特別的要求的話 我們就會按照評判名單的順序 請評判發言 現在先請麥清嵐小姐 就雙方的表現給予評語 多謝創會邀請我來做評判 大家聽不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 好 因為我擔心我的耳機可能會有些壞 我大概 我想個別辯委可能等待評判 都會有些意見可以給得到 或者評語 我主要可能討論一下雙方的主線 我能夠理解中學生可能 圓宇宙或者去中心化的金融 或者虛擬貨物 這些是比較困難的 但另一方面我覺得今場最主要的問題 似乎其實雙方都不理解圓宇宙這件事究竟是不 其中一個很大的假設 就是似乎 開頭的時候 正方一直都在假設 原宇宙等於區塊鏈 你沒有這樣說出來 但這個假設其實很明顯 聽得出 因為正方所說的 其實你主便是有說到一些 原宇宙的利處 即是你沒有什麼特別的論據去支持 但是去到一部的時候 很明顯你已經在說的是 區塊鏈的利處 其實根本和原宇宙是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但是反方其實是一直是去到 很後才能聽得出來 並且其實一直都沒有明確地指出過 正方這個立論的假設 所以我覺得導致到這場的比賽 它應該的 它應該存在的重心是並沒有存在的 那我講一講 可能我個人對於原宇宙的理解 當然這件事其實在科技上 是極度極度的複雜的 所以我絕對是 沒有一個深入的認知的 對比起一些可能是從事相關方面的 相關方面的專才 其實呢 首先做著正方的論點 你就說消除現實的界限 便利生活 第二個論點就是突破一些 一些現實上的挑戰 或者拓展機遇 第一件事就是 OK 我明白的 科技它消除界限 但是其實它正確地 便利了什麼的生活呢 如果我們以現在的 原宇宙的發展速度去判斷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設定過 一個原宇宙的帳戶去看看 其實裏面做的很多事情 其實你會發覺都挺荒謬的 例如它會嘗試去買賣一些價值非常高昂的 一些虛擬的別墅 即它可能是出現了一些在現實世界 根本是不可能實現的建築結構 但是其實是很漂亮的 又或者去買賣很多的畫 地等等 我想知道其實這些東西它究竟是 便利了人類現實的生活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反方的標準 未必真的很清楚 究竟你在討論的論點 其實你中歸 也應該以現實的世界為依歸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其實你是想透過元宇宙 去便利一些現實的 而不是說元宇宙裡面便利了元宇宙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就不是真的 由正方全場的例子裡面真的聽得到 究竟便利了生活 在哪裏 除了是主便有一個網購示範的例子之外 而第二個論點就是突破現實的挑戰 去拓展機遇 這個說真的 我真的全場都不太聽得到 有什麼的論證 OK 我明白 你可能就說 有些人在元宇宙裡 他就研發了一些現實世界裡面 研發不了的東西 但問題就是 有什麼的例子呢 舉例我覺得現實世界有很多最重大的問題 例如說可能 饑荒 寒災 我想問元宇宙怎麼解決這些事情 或者它究竟裡面有什麼 在元宇宙裡才能研究到的科技 但現實世界也不能研究 這件事我真的不太聽得到 我覺得粵方最主要的東西就是 粵方最主要的東西就是 作為一個 有點反方 我明白它在雙方 但是就不太抓得到 正方這些 其實論據 或者論點上的邏輯上的不完整 和論據的單一化 雖然我不是說粵方的論據不單一化 雖然我不是說粵方的論據不單一化 我覺得今場也偏向頗單一化 很多數字的例子都沒有論證 只是引用了這件事 導致評判聽起來 就覺得 很難會感到特別有說服力 例如 反方 粵方就不斷說 還有九千萬人上癮 生產力就會下降 但是這些等等的事情 跟正方一樣 完全沒有論證 而說粵方的主線 我覺得 有一個 有一個是說得很對的 就是說 其實 正方標榜的去中心化 其實它都是由一個監控者 只不過是我們可能由現實的監控者 現在變成了一個網絡 或者所謂虛擬的監控者 但是 我覺得 最主要粵方的論點 就是絕對不成立 其實很多科技 或者網絡的論點都成立 但是很缺乏這個獨特性 因為你說例如是沉迷 侵犯自由 我舉一個可能大家都可能聽過的例子 就是你知道 Amazon 它又出一種 它們現在越來越以一個 Cloud 和AI的盈利為主 就是它的商業模特兒 其實它有一個叫Alexa Alexa就是一塊 類似是 所以它們會有一個叫做人工智能 的東西 它就給你 很便宜 買回去就放在家裡 你可以讓它有一種智能階級的感覺 你可以叫它拉窗簾 你可以叫它關燈 你可以叫它開冷氣等等 但是你用這個大前提 就是你用家需要同意它收集你的不同的數據 那我就想知道 就是 那這些東西 其實 是不是算是在越方世界 你都覺得是人類之和呢 所以現在的終生問題 其實正方和越方 你們對於這東西 視乎視和的標準都 有點低 不單止含 但是有點太廣泛 特別是去到後場的時候 就好像變成 究竟想不想飲 或者有多少人想飲 就是完全是衡量 衡量一件事 是不是人類之福 還是人類之和的標準 例如有些台下發問的時候 越方就問了 就說 任何一些有利有幣的 但正方沒有衡量過利幣 那是不是所有東西 例如是毒品 都是為人類之和呢 這樣 然後正方一副出來就答 就說 哦 毒品一定是人類之和的 這樣 好斬釘截鐵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毒品 很多發展的 它開始發明的初衷 其實它都是有一個 好的原因 例如是止痛 例如是麻醉 其實它往往都是這些 甚至它根本是藥用成分 純粹是人不適當地使用它 導致到它是和的 因此我就覺得 其實整場比賽 大家都沒有去彌制到 就是你們如何衡量 一件事福是禍的標準 導致到大家可能討論的論點 引用的證據 其實可能是和波及互聯網相關 而根本其實是和言語 就未必真的有一個很直接 或者是一個很特別的關係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大家說話 或者咬字等等都是清晰的 組織力也是可以的 還有再次為今天遲到了幾分鐘抱歉 因為我剛剛搬了屋 然後洗衣機就流水 但是我就不懂得去解決 因為我沒有試過解決 那如果個別變位想了解更多一點的話 我也可以之後再分開 還有我覺得之後很多位評判 一定都可以告訴大家更多的評價 就是有一點點的意見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我覺得雙方對於元宇宙的理解 雙方都是欠奉 坦白說 我先說一下我將分子怎麼運作 因為我是這樣看一場比賽的 我覺得雙方本身對元宇宙的理解都不太深 這點我明白 跟上下評判一樣 因為真的很複雜的東西 所以我看分子的時候 我將分子裡面最反映的應該是 如果你對元宇宙 在這份稿裡面 看到對元宇宙的理解越深 應該是越高分 其次就是 你前場和後場說的話 如果有矛盾的位置的話 在內容上我會打得一個比較大的折扣 再看就是看便宜 所以你現在看到分子的時候 可能你都可以就這幾個方向 可能會思考到為什麼我會這樣給分子 回到今天的主軸 針對著元宇宙究竟是什麼 其實我有幾樣東西 有幾樣東西我會提出出來 我不敢說我對元宇宙的理解很深 但有幾樣東西我會想嘗試 拿出來給雙方 之後可以自己再思考一下 第一樣東西就是 先說政方說得很多 區塊鏈、去中心化 以及去到政結會說加密 這三樣東西究竟跟元宇宙的關係 是什麼 第一樣是區塊鏈 我覺得區塊鏈在元宇宙裡面 即是元宇宙裡面要有區塊鏈 這東西是對的 但是有區塊鏈又代不代表 有區塊鏈 所以就覺得是去中心化 所以就覺得我發表任何言論 都不會被人刪除到 這個論證究竟對不對 我個人是覺得不對 不對的原因是在於 其實 隔方的自己台下的第一條問題 已經回答了自己 因為他說如果 我看到 例如我不喜歡這個平台 我不喜歡Metal的這個平台 那我就轉去Microsoft 其實這句句子裡面 背後引生出了很大的結論 就是其實元宇宙不是真的 它跟現在現實這個宇宙 最大不同的 就是現實我們現實世界最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有一個 就是它有一個做物主 簡單一點的說 就是它是一個創造者 例如Meta裡面那個就是Meta Microsoft就是Microsoft 它們是做物主的角色 所以它們可以去判斷裡面 應該要去行什麼 然後再用這個區塊鏈的技術 去容許大家可以去加刷自己想要的創作元素 所以就會引申出有NFT等等的東西 或者是貨幣等等的東西 但是本身有區塊鏈 或者本身有去中心化 是不代表沒有監管 因為去中心化和區塊鏈 這個概念都不會和有沒有一個做物主 或者有沒有一個管理員 其實是沒有衝突的 例如去中心化的話 其實現在網站都沒有去中心化 但是我去到每一個網站的時候 它依然都可以去掌控到我的言論 例如Twitter、Facebook等等 是去中心化的 沒有一個中心 有不同的機構 但是當我進去每一個不同的機構裡面的時候 我依然都會受到它的限制 所以我覺得不是很適合的 就是我一正方說的 我一甲方說的 就像是扔一些文章出來 但是沒有什麼思考過 就是對比我的感覺 就是沒有什麼思考過這些名詞 究竟對於是否真的論正人去講的話 但是呢 在我將分子裡面 就不是太反映到這件事 就是我沒有因為這樣 所以令到分差變得很大 原因是因為月方都不知道 所以月方就直接會assume 是區塊鏈 他就會質疑區塊鏈是否能行走 那麼這件事 隔方就說得非常正確 就是現在都在行走 就是無論是區塊鏈 去中心化這些都在行走 所以我就覺得 月方提出的質疑都是不合理的 基於雙方說話都不合理的前提下 在分子裡就沒有反映到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回到主線上面 究竟言語為現實世界帶來多了多少 這場是我比較想聽到的事情 但是這場比賽比較少說 我覺得隔方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隔方說的事情 因為其實論點一說便利生活 論點二說解困局 其實兩件事說穿了 都是為現在的這個世界 帶來一些 這個世界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究竟有什麼做不到呢 我覺得今天的戰術鋪排上面 是有點奇怪的 隔方 因為隔方是在每一個便位 深一點出來 例如義父的時候就會說有元宇宙醫院 這樣就可以方便到人口 但其實這些應該是你的主軸 這些應該是放在你前場大打 不是當別人說到沒有成效 你就這樣扔一句出來 但是又沒有解釋得清楚 這個是我覺得 在戰術安排上面 我覺得可以再改善一下的事情 因為其實這場比賽 當你要講到一種科技 是人類的福 你最大應該是講一下 它的potential是什麼 例如核能的potential 就是可以在污染極小的情況之下 製造到極多的能源出來 所以就比起現在用煤 用天然氣等等 是一個更加好的發展方法 你會講這些potential出來 但是隔坊今天就沒有很實質地 跟我說的potential是什麼 純粹可能主辯就說 雙殘人士 義父就說醫院 但是怎樣幫到呢 為什麼幫到呢 這件事是比較少 我自己的其中一個理解 就是你可以打破地域限制 帶來的利處其實是很大 因為你想一下其實現實生活中 很多事情都是要靠面對面才做到 就算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都是用zoom去打入辯論比賽 但其實大家應該都會覺得 不是太好的這種做法 就是大家都會想重新回到 面對面的這個世界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東西是面對面才會好些 例如我可以看到你的肢體動作 例如可能因為大家好像面對面 這樣交流會更加方便 自然 甚至乎如果說醫院的例子 不單止是病人可以 即原語就醫院 我不知道方義父在說什麼 我的理解下 對於醫療的進步 例如有一些手術 一些比較複雜的手術 通常是要一些不同的國家的醫生 組隊一起去做 現時科技就是利用一些先進的網絡 可能是5G的設備 就好像5G的zoom 簡單來說就是 我可以透過螢幕 我看到病人的情況 然後我告訴主診醫生 你應該要怎麼做 但始終沒有在我實地去看病人 的時候那麼好的 我去了解病人的傷勢 或者我應該要做什麼時候 在這些情況之下 如果有元宇宙這個科技就好很多 就好像一班醫生突然間就在病房裡面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講多些這些事情 要講多些 例如打破地獄限制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打破地獄限制 對人類帶來革命性的進步是什麼呢 就會好過今天革方之後 會流於說經濟 可能科技發展 就業機會 這些事情就minder了很多 所以越方就會提出質疑 這就叫人類之福了 當然我覺得這樣就算是人類之福 我對人類之福的理解是 如果可以對人類的繁榮 可以帶來一定程度幫助的話 那為什麼不是福呢 但是在同時 你說的福可以是大很多 所以如果你說的福是打得這麼多 對面要對你提出質疑 其實我坦白說 我以今天越方的準備程度來說 我覺得是打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要大打 但是沒有打 又不是真的沒有打 不過就可能在很細微的位置 只是說了一兩句 而這些位置應該要多些 那這件事我希望 我覺得 加方應該做多些 會對你有利一點 好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關於這個取代現實方面 究竟是否真的取代現實 這就是越方所說 因為越方今天主軸就是取代完現實之後 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 例如沒有在現實世界工作的動力 那其實呢 本身我覺得是還好的 越方說話 直至到越方的結變 應該是說了第二人生的這個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對第二人生的理解有多少 第二人生其實就是元宇宙的前世 簡單來說都是一個元宇宙來的 我照樣可以進去 我可以上班 做事買東西等等 但是其實第二人生去到最後 是沒有人玩的 就是玩的人數是很少的 那這件事呢 也都其實是間接地反映了 其實元宇宙這個概念 究竟只是一個炒作 即現在只是一個炒作 所以那些人才會對於元宇宙這個概念 這麼興奮這麼多討論 還是它真的有一個魅力在 會令人去取代了它的現實 其實這個是有點難說的 當然第二人生之後 它一開始推出的時候 就只是一個網頁版 我好像玩跑網路一樣 我隔著螢幕然後按按鈕 但是發展到之後 第二人生被人收購了之後 就變成了一個VR版本的第二人生 都是沒有人玩的 所以其實如果隔方可以知道這個例子 而這個例子其實你搜尋一下元宇宙的 就是你搜尋一下和元宇宙相關的資料 應該是不難找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例子本身 不是一個好的例子 都側面去說了為什麼元宇宙這件事 不會導致月方講的沒有現實動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需要小心一點的 而隔方講也是一樣的 但是反而不能分支度 因為隔方都沒有提出到質疑 最後關於元宇宙的最後一個點想說 就是隔方今天雙方都會提出很多不同的類比 而其實沒有一個類比 我覺得是真的對到月宇宙是什麼 重點我會想說隔方那些 但是我講隔方那些 不等於月宇宙那些是特別好的 我覺得雙方都不是做得特別好 但是我講一下隔方的例子 因為隔方的例子我聽到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一點的 隔方今天的例子 因為當月宇宙會沉迷的時候 隔方舉的例子就是 例如電子機 辯論等等 就說這些東西都會沉迷 但是其實是有一個很本質上的分別 就是元宇宙是一個宇宙 元宇宙是一個宇宙這件事 為什麼會本質上這麼大分別呢 你可以理解它做另一個平衡的世界 其實因為我由戴上我的VL眼鏡 戴上所有東西開始 我就去了另一個世界 而那個世界一樣都是有空間有時間 不像我看電視 只是看著一個2D的畫面 也不像我打辯論 只是我生活裡面的幾個步伐 它就是生活 所以才會是一個宇宙 才會是一個平衡的世界 所以本質上這兩樣東西是很大的分別 如果我可以選擇有一個第二 如果我可以有另一個身份 是另一個平衡世界的生存 而那個世界是我想做什麼都可以的 例如在元宇宙裡面 我可以懂得飛的 我可以穿著會發光的鞋 或者我的建築可以 像上一個評判說的 可以在一些很fancy 很漂亮的建築 為什麼我不會想生活在那個世界上 我又覺得這個概念不太難明白 也不是你今天用電視和辯論的類比 可以回答我的 但是這件事情 就源自於雙方對於元宇宙的理解 不是太好 所以就會提出一些很奇怪的類比出來 所以這個不怪的 因為元宇宙真的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 對於元宇宙的理解 大致上講那麼多 剩下的我講得很少 今天還有兩個問題 我覺得雙方的主線上 都是沒有資料的 沒有資料這個問題是多麼嚴重 去到後場開始 我覺得我聽來聽來都是一兩份資料 例如月方講來講去都是9000萬會上癮 隔方就更加少 隔方可能有講過經濟收益 然後杜巴會創作到崗位 但是我覺得這些資料是不夠你用4334的 例如月方的義父 去到後面 這個問題在月方義父比較嚴重 月方義父因為我 你似是在總結一場比賽 但是又沒有再丟太多新的資料出來 那就會令我覺得好像比賽裡面的推進欠峰 那就會令到隔方會對你提出質疑 隔方欠辯 你的東西是流於假設 我買的其實 我也覺得資料是欠峰的 所以我覺得4334 你最少準備多些資料會更好 準備資料方面隔方會更好 但是我覺得因為 外於隔方打的論點比較窄 比較細 都只是流於工作的崗位 所以對我來說說服力又不是很大 又不是加到很多分 最後我覺得今天雙方的負辯和結辯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想過推進 例如我覺得原宇宙格局可以想得很大 你前場可以只是打一些科技上面的好處 例如只是打旅行 例如只是打醫療 但其實你打到後場的時候 打到結辯可以說得出有另一個宇宙的好處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好處可能很大 好像剛剛都說了很多 而越方呢 如果你是想打這個沉迷的那條線的話 我記得以前有一些研究是說過 這些沉浸式的VR的世界 對於人類是容易會產生一些依賴性 而這個依賴性不只是流於普通的依賴這麼簡單 會有病態的 會有你上癮吧 然後可能引申出我去到自己現實世界的時候 我會對現實世界的自己感到自卑 我希望永遠活在元宇宙裏面 而這件事引申出的影響可以有多大 我覺得都可以說得很大 不會只是流於今天說有9000萬人會上癮 這樣聽起來好像很弱的 但如果你再多說一些 對於你整個現實世界生活的影響是什麼 或者按著方條主線 我的生活已經由現在這個世界 移了到元宇宙的世界 這個影響是怎樣 我覺得可以說得多一點 純粹是準備比賽的時候 可以再想多點資料上面的運用 想多點推進 思考多點跳 我覺得不要打得太表面 這場比賽會好看 我將時間交給所有評判 辛苦了主席 謝謝吳嘉樂先生 最後有請大衛菲老師 就雙方的表現給予評語 對於評語的話 前面兩位評判說得非常詳細 所以我也是一點補充 我認為其實甲方去到後場 是有點打散了自己 特別在那些回應上面 還有一些問題上面 其實給了很多位置對方 是繼續去伸述自己的觀點 比如你們去說什麼電腦 產生電波 我就是不太明白 那些什麼心跳圖 其實你中了別人的圈套 你其實更加多的應該去情境模擬 就是我很認同剛剛吳先生的評語 其實你應該在後場裡面 更加建構一個空間 情境模擬 告訴別人 究竟會帶來什麼福 其實我期待就是說 你說說我AR、VR的世界 其實我很有興趣的 為我帶來什麼好處 是我改善了我現在的生活 甚至乎是我夢想裡面有的東西 而不是他再去 中對方的圈套 繼續去說他的眼球 又或者心跳 那些這樣的測量 所以這個位置 我是希望甲方做得更加好 而且粵方 即是反方的同學 其實你可以多說一些 其實現在有很多書裡面 他都去講到 他未必講完宇宙 但是講到現在21世紀 那個科技發展裡面 有一本書出了 叫孤獨世紀 其實他正正就是去探討 現在這個世界 特別在科技的世界 甚至乎在這三年裡面的 疫症之下 造就了一個叫孤獨的世界出來 其實是影響著人類整個的那種內心 那種的空洞 那種的空虛感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是你們一些的理據 是可以去更加推論到 其實為人類帶來了一些什麼禍害 所以其實很多的資料可以找到 但是雙方都沒有好好去運用 謝謝麗瑋菲老師 現在是宣佈賽果的環節 在公佈賽果之前 首先為大家公佈本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獎看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粵方第一副辯 練訊行同學 恭喜 現在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天的辯題是 隔方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福 粵方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禍 由隔方那莎書院對粵方全灣觀納中學 隔方得票為0票 粵方得票為3票 菜果為0比3 由粵方勝出 恭喜